大家好 歡迎大家回到文傑紳時代頻道 我是劉文傑 今集想跟大家講一齣電影的問題 這齣電影叫做十級十九歲的我 現時已經宣佈了停止播放或停止放映 這齣電影是真人真事的紀錄片 他本身說目的是要籌錢 給他的武校等等各方面的東西 但其實這齣電影我覺得是 教育意味沒什麼 為什麼呢 因為原來這個導演自爆 他這一出的電影是在日本的時候是違法拍攝的 他還分享他自己違法的經驗 幹嘛 想教壞下一代 還有就是他 沒有經過什麼李慧斯的同意就播放了 又沒有經過他的 一些主角同意就播放了 這件事裡面鬧起了很多很多很多的風波 那麼現在最新的違法拍攝情況 到底是怎樣的呢 而整件事就正正可以解釋得到 為什麼李慧斯無情情就被他 塞了進去那齣電影那裏 整件事是怎樣 稍後我們一起去看看 在影片開始之前 希望大家可以分享讚好留言訂閱 文傑新時代頻道 記得按鈴鐺按鈴 選個全部 大家就不會錯過任何的一段影片 這一出的什麼級十九歲的我 是因為兩個主角 阿鈞和阿蛇 公開表態 反對這個電影 公開放映 再加上 曾經在 這個 電影裏面 成為了其中一個 演員的 香港 單車 女選手 李慧斯 他亦發了一些長文 是表達不滿的 現在 還在熱議之中 這一段 或者這一出的電影 那些爭議的部分 原來不單止涉及到 人的問題 還涉及到 一些 拍攝手法 和道德的問題 我相信 學校都不會 拿他這一筆錢 是嗎 為什麼呢 因為他這個拍攝的手法 真的牽涉到 很大的道德問題 甚至乎我覺得 如果接受了的話 我覺得 會不會是 教外學生呢 這樣 在這個電影裏面 其中一幕就是 其中一位女主角 叫做馬燕瑜 去到日本參加這個場地 單車亞洲的 錦標賽 導演張遠亭在電台 接受訪問的時候 他就說 他和拍攝的團隊 竟然是 事前 完全沒有向主辦單位 申請採訪的證件 所以他們是沒有採訪證件之下 完完全全地 是騙人 兼且偷雞 然後走去拍攝 即是怎樣 這個導演 叫做 張遠亭 他在接受一個電台訪問的時候 他說到他拍這齣電影的拍攝經歷 裡面涉及到很多個英華女校的學生 團隊要分組拍攝 其中四個主角 阿蛇 阿鈴 阿長 和馬燕瑜 就是由張導演負責 馬燕瑜在拍攝期間 他原來做了單車運動員 他經常要外出練習和比賽 張遠亭導演 說他整個拍攝團隊裡的 難以應付 所以就由他親自操刀 在這個拍攝電影裡 他說 令人印象深刻的一幕就是 在拍攝的時候 整個團隊軟附了日本的伊豆 拍攝馬燕瑜參加比賽 誰知道 在電影的拍攝期間 原來他們是透計拍攝的 張遠亭說 當時 他們整天人 整班 很威武 扮到自己有permium 即許可證 進去 馬燕瑜當時所參加的不是一般的賽事 是2016年1月份在日本伊豆上演的場地單車 亞洲錦標賽是一個A級的賽事 同一個場地之後在2020年 就是做了東京奧運會的場地單車錦標賽 即是說這個亞洲錦標賽其實就是東京奧運錦標賽的預演 他們在當時拍攝的時候 沒有帶上證件 當然被日本的工作人員截查 然後這個張遠亭 當時又說大話 他說我們在拿著 我們在拿著的 在上面已經 那些證在上面 所以我們進去之後 我們就會有證件 他又說 有個很好的日本工作人員 看到他們一行的人士 很純良 純良 很專業的樣子 他就說 即是他自己說 我說這個女孩子 馬燕瑜是我們的人 於是 他整個的拍攝團隊 就獲得放行 即是說他們是 說謊的 他們是騙人的 這樣靠騙騙騙騙說謊 拍出來的片 值得 大家去看嗎 你還說 這個的影片 這個的電影 最終是想著拿來籌本 給學校去用的 沒錯 是一個善事來的 但是 這出電影 原來 是靠騙 去拍得成的 那學校 就陷入一個 非常之尷尬 的境況 那學校 接不接受好呢 說真的 沒有人逼他說 如果他不說 人人都不知道 學校當然可以接受 但是 他現在的問題就是 他公開講了出來 是呀這段東西 我偷騙拐騙弄回來的 那學校接受 還是不接受好呢 如果 接受了 的話 站在道德的角度 好像真的有些問題 如果不接受的話 那他 這些錢 又會拿去做些什麼呢 拿去其他的 持線機構 捐了他 其他持線機構 又做不做好呢 又要不要好呢 我大哥 很不道德地拿回來的 是不是 我才覺得 很難 很難去幫他處理這筆錢 其實每逢任何大型的國際比賽 去到採訪的記者 攝影師 都要事前登記 連教練 指導員等等都要事前登記 我都做過 我都做過 有張證 印我的樣子在裡面 不會死錯人 OK 他們需要是有所有的證件 才可以是 入場地 包括拍攝 包括做採訪 包括做任何的東西 雖然每一個不同的國家 不同的比賽裡面 規矩可能有少少的 叫做差別 但大致 原則是一樣的 他們 這個什麼 張遠亭導演 一干人等 成功 運入場地裡面 不止一次 一開始 他說一開始 給了他們進去之後 以後 大家就一直覺得他們是記者 而不是拍電影 他們公然地 攝影機地去拍攝 都沒有被人發現 張遠亭更加暢談 他過鐘的心得 就是 把攝影機放在軌道 即賽道旁邊 很莊重地放在位置 好像放得很professional 很專業 千萬不要押底 千萬不要害怕青車 不要露出馬腳 要當自己是國際 首席的攝影師 首席的記者一樣 我就不理了 將攝影機放在最近的起點和終點 裝作 又是騙 你叫 學校怎麼接受 你叫家長怎麼接受 重新籌錢好過 你這樣說完 怎麼辦 怎麼辦 還要教小朋友 教小朋友騙人 不是吧 他不單止成功拍到 馬燕瑜的比賽影片 還有教練指導他 和整個比賽的 場地 畫面 甚至乎 連有份參加比賽的 牛下女車神 李維斯 都成為了他 訪問的對象 所以有關影片 在這個 級十九歲的我 出現了 李維斯十幾秒 的情況 就是 就是 這樣的原因 那 所以呢 真是 真是不知道 所以這個張遠亭 就是問李維斯的東西 是問到九不答八的 所以李維斯就說 我只記得他問的內容很古怪 我不知道這個解釋 李維斯是否接受 反正他就說 我整段片 這些場口我都是扣握的 包括你李維斯 那李維斯你 你接不接受 我真是不知道 我真是不知道 當然 他爆的東西 不止那麼少 張遠亭除了說他自己在日本 偷拍單車賽的 情況之外 他更加說到他自己做學生的時候 已經有不少偷拍的經驗了 你厲害 還要多說一些 在紐約拍攝期間 他曾經是冒認市長的簽名 這樣也行 你犯法犯到盡頭 你是不是應該要坐牢 還要是 偷電 他說 因為 有時候就拿不及許可證 或者是人家就不肯讓他們做 所以他們就想盡辦法這樣做 不可以因為遇到這些阻礙而不去拍攝 要勇往正前 我們說得很冠冕堂皇這樣 但問題是 整件事就是犯法 犯法都要去達到你想達到的目的 我想發達 我想發達 我是不是就可以不擇手段 例如打劫銀行 他現在就是在說可以 應該 不是吧 是法律如無物 是道德如廢物 這樣也行 這樣是不是應該給這些電影 上畫呢 我 我 我不覺得是 我不覺得是 他現在呢 就說 把這個級十九歲的我暫停公演 就決定要跟校方協議好 希望先釐清所有的問題 才再決定下一步 要怎樣做 還可以怎樣做 還想公演 不是吧 大哥 你整個東西 你說完出來 我覺得 都還進去看 我覺得 有些問題 當然他有很冠冕堂皇的原因 原因就是要幫他的母校英和女校籌款 又要去做很多東西 要有很多東西要弄等等的東西 他講到這個喜泳池那件事 他說他 他見到學校的女生很辛苦 那麼辛苦 走一條長樓梯下去 游完水又要走一條長樓梯上來 但是學校其實都還欠很多錢的 我都是不要說學校了 起了新校舍 其實都還有些錢要付 那就是說 他為了幫學校籌款 就不擇手段 但是學校 學校 現在知道了他真的不擇手段 去找這些錢回來的時候 學校 用不用得 記者再問 我們拍這輯電影是不是有些經濟壓力 壓力了 所以就不斷地握 這個張怨廷導演就說 都不是壓力的 其實學校 他們還有很多 籌款的方法 他說 他這套戲 既然出來了 所有的收益都會給學校 學校是完全不會為了籌款而犧牲任何東西 我真的不會說 當然學校是不會的 但是 他搞到這樣的時候 我想學校都會被他影響 學校是怎樣教人的 你看看這個張導演 不是我這樣說 而是網上很多人這樣說 不好意思學校 我很尊重 辦教育 的所有團體和學校 但是 我只是站在道德層面和很多網友 在網上的留言 我需要公正地說出來 真的 真的 這個張導演就強調 人是比電影更重要 以現時的情況來說 要先處理一些演員 尤其是 錢呀 名呀 利呀 都是沒有學生和人那麼重要 所以他們現在很偽然地決定停止放映 但是 我想說 除了人呀 名呀 利呀 錢呀 這些之外 教育 才是最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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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重要的一環 張導演為什麼你沒有說過呀 要教他們怎樣做人呀 如果你認錯 你說 是 這齣戲是 我當時為了 達到目的 不擇手段地說出來 去拍出來 學生不應該這樣做 他是一個反面的例子 反而可以呀 他 他說他真是為了學校 毫無道德底線 這樣反而可以呀 他承認了 但是 很明顯 他沒有說過任何道德 任何教育的東西 我 接受不了 他 不是 真是為了教育 我不知道啦 我不知道 我也教過很多學生 最重要的 你怎樣跟學生說 玩 怎樣也好 道德 是必須要的 為什麼 香港 有些學生 是這麼差勁 因為他們的 家人 他們的學校 沒有教到他們道德 以前有德育課 接著轉了常識課 之後 有很多道德各方面的東西 傳統中國的文學 傳統中國 需要 知的東西 例如 孔教學院裏面要教禮樂社遇書數 以前的綠藝等等的東西 接著人義禮智信等等的東西 中校人義的東西 其實現在學校還有沒有教的呢 學生還需不需要學的呢 家長 有沒有教的呢 早兩天跟朋友吃飯的時候 我們講到教育的時候 我就說 教育我覺得分了三個層面 首先是家庭教育 跟著學校教育 然後是社會教育 社會包括媒體 包括我們 任何到處接觸到的東西 包括電影 其實只要一方面的教育淪亡的話 那麼 我們的下一代 就可能會很嚴重 不知道大家怎麼看呢 歡迎大家 在下面留言告訴我們 你怎麼看這件事 你會不會去看這齣戲呢 在影片完結之前 希望大家可以分享 讚好留言 訂閱文潔新時代頻道 記得按鈴鐺 選個全部 大家就不會錯過任何的一段影片 我們下集再見 多謝大家 拜拜 拜拜